活着是最好的礼物 善终是最美的祝福 邀请您一起用行动 拒绝无效医疗 赚钱 老公 花钱做好事都不会 莲花基金会 做好事找莲花 五四三二一 妈妈你看天空 我看红绿灯 可以走了就叫你 小乖乖 如果妈妈可以走了 叔叔阿姨会想透过仪器 再多给妈妈几分钟 可是妈妈最后的几分钟 并不想那样 妈妈只想握着你的手 再听你说 妈妈可以走了 生命的最后 你可以选择不要遗弃的陪伴 我的亲弟弟王汇民 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专业空军事馆长 我觉得是一种面对生命的态度 让他知道他得癌症的时候 他知道他得癌症是2003年的年底 然后他离开的时间是2009年的1月 这个将近五年多快将近六年时间 就是一个抗癌的历程 那我觉得有勇气能够抗癌的人都是有正面思考的人 对 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亲自的跟他参与了这一段抗癌的心路历程的变化 他发现他时间有限的时候 他去报考玄奘大学的社会职工的进修部 他那时候许愿需要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他认为他需要提前素养 所以除了平日当军人的职业之外 然后利用架子又再去进修 然后所以就是刚好结识另外一段恋情 就是也是一个当辅导老师 也是很积极的女朋友鼓励他 所以在那边他这个很把他的生命积极的奉献给家福基金 因为在新竹地区的小朋友 我真的非常以他这样的行为非常隐蔽为友 那一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 因为有发一个病危通知 那我那时候赶下去陪他度过那一天的 他利用他清醒了早上的那一两个小时 去跟我讲他的三个愿望 那其中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能够见母亲一面这样 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说我知道 然后我会想办法帮他完成这样 那所以说运气真的很好 人家说什么叫做那个星辰哲林 就是后来移到三种这边来的时候 当然这边是宁静病房有得到就是那个蔡社公司 那他是非常这个亲切 然后又专业这样子 那那时候他们在沟通过程当中 在问的时候有问到一个观众 有什么心愿是惠敏想要完成的 那时候人家讲新辰哲林 或者是说这种类似奇异恩典的 那种十几年完全没有见面 竟然透过一个社公司的一个小小问题的询问 然后透过医院 然后联动全国的警察体系 竟然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之内 我竟然接到我母亲的电话 然后我接到其实我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那个过程是一个对于身边家属过程 如果事情也没见突然知道 那是一个不好说的过程 对那是一个像我是经历了 从他得癌症开始一直到来 我将近经历了将近有四五年的缓冲 才能有勇气的一步一步的带着我弟 能够支持他 到最后面他说他要进安宁病房 这是他最后比的一个手势 他进宁静明后 他认为他人生的最后一层 要在这里离开 就像是航空员要上飞机一样 有勇气的离开 这种手势在飞行人的时候 就是在I'm ready 就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打个人就放心送我去 慧明非常有勇气的 因为他的面容已经逐步的在改变了 他必须接受第一件事情 他的身体会消瘦 他不像以前那么创硕 可是他必须接受他的消瘦 好像吸毒 好像很消瘦的样子 然后慢慢的头发掉了 可能要必须戴假发 然后最后面末期的时候 他可能眼睛没有办法打开了 有一眼已经是闭下 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了 或者说这边已经凹下去了 有时候鼻涕会流下来 你知道这样的过程是 非常不容易 一直到他禁令禁堂的时候 护士要帮他服务的时候 他还是有自觉 他知道他是一个军人 他还是要有一个军人的格局在 人其实到了 就是到了要离开人世间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生命的尊严 如何尊严而温馨地跟身边的亲朋好好的告别 也是每个人所祈愿的 那个是非常令人记忆深刻的画面 那它是由加福基金会的团队 新竹加福基金会 他们把他参与他服务的过程的历程的点点滴滴的照片 通通帮他很用心地整理出来 然后所以我弟那时候虽然精神壮旺 可是他看到那些画面 他虽然那时候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看了 可是透过这样的视窗去看出去 他知道说原来他真的过去做了很多帮助的事情 所以他觉得很开心 然后那时候他的女朋友非常不离不弃地 一直守护他到最后一秒钟 你说你愿意吧 答应他 答应他 你以后睡着哦 左手 左手 对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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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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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子多年没见 看到这样的状况 也不用多说了 就是一个 一个就是 关怀的拥抱 其实有些的话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真的就是从事工艺事业 也让他自己的生命 让他自己觉得他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让他觉得 因为他的关注点反而不在自己的病上面 而关注点是在于说 原来他还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别人 所以 因此得到更大的支持 那一瞬间我是很感动 让我弟 他的 要 要 离开人士的愿望 完成了这么重要一个愿望 然后 也 他也帮助了我 让我觉得我生命当中少了一个缺憾 许臭病人被急救时 家属的不安 病人的痛苦 往往只为了多留一口气 但是丽美选择不急救 她和大家分享幸福 就像爱情的最后约定 你也可以选择如何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 今天丽美和她的亲友都相信 那绝对是个感恩的约定 善终的祝福